你可曾爱过我 从未 上回我们说到紧密因为要守孝 所以他与润玉的婚礼延期三年 不过三年很快就过去 到了他马上要与润玉结婚的日子 终于同意见续凤 他将自己的一缕青丝给了续凤 以寄托相思 都已经要大婚了 留有念想就是幻想啊 而润玉还没有关注到他们二人的情况 只是想要在大婚当日策反 他又能否成功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香蜜沉沉浸如霜》 第45至46集 大家好 这里是青青影视 此时润玉和邝璐 试图在兵变前夜修改星宿 而续凤得知了他们的诡计 很快就破了两人的招数 没有想到最后兄弟俩还是走上不同的路 润玉随即就推断出 自己的胜算其实没有多大 而邝璐更是不懂 既然如此为何润玉却还要兵行险招 说实话 这个我也很好奇 是想要提前下线吃盒饭吗 因为他担心一旦出了事情 润玉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旷路还是一直为润玉着想的 润玉其实也不是没有理由 他知道六界之间的命数 但没有孤注一掷 才能知道最终的结果 这个竟然令我无法反驳 是怎么回事 这一边 续凤其实也预测出润玉 根本就是毫无胜算 不过他不知道润玉的手中 会不会还有砝码 可以让他这样破釜沉舟 真不知道大殿这样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 画面一转 续凤与润玉相见 两人共同一起儿时就是 其实两个人本来可以很好相处的 但在续凤眼中美好的回忆 恰恰好却都是润玉的噩梦 随后续凤要润玉答应自己 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恐怕他现在是已经做了吧 这时润玉则表明 现如今自己什么都没有 也什么都可以让给续凤 唯独这一次 还有锦蜜他不可以放手 放不放手 也不是你说的算了 这一日花界众仙都来祝福锦蜜 虽然大家都在祝福锦蜜 但我感觉锦蜜并不高兴啊 可只有月下先人结婚对象不好 你这样不就是说润玉不配锦蜜吗 锦蜜跪下给众方主行了跪拜之礼 感谢大家曾经给自己的庇护 锦蜜在换婚服之前 将续凤送给自己的那些东西 交给月下先人归还 终究还是要结束了吗 这个小眼神 润玉和锦蜜的婚礼现场 十分的热闹 天界众仙都前来观礼 但我还真的感觉不到锦蜜高兴 润玉将礼物给天帝以后 还与其上演了一番副辞自笑 你俩这个有必要吗 天帝十分高兴 自己的儿子终于要婚娶 然而此时续凤却迟迟未到 不会是难过的不想来了吧 但就在二人准备行大礼的时候 久久未到的续凤 又突然来到婚礼现场叫停 这是要来一段抢亲事吗 随后续凤就向天帝报告 自己在九霄云殿 周遭看见埋伏了润玉集结的十万天将 好了事情看来是要暴露了 润玉见状看事情已经败露 索性就直接举其准备策反 这个场面真的我太不想看见了 天帝想要命人将其押送大牢 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才发现原来是刚刚那个礼物 被润玉下了香灰 会让人脱离两个时辰 还真的是够狠呢 好了 你现在就被自己儿子算计了 但就在天帝不满的时候 润玉就说出当年天帝的所作所为 一件件一桩桩都是违背刚常的事情 自己今日策反 无非是匡扶正义 言明自己只是不复生母素里养育之恩 看着这样的润玉 我竟然有点失望 此时以鸟族隐鹊为首的一众仙家 跪拜润玉 当即就向他聊表真心 而润玉即刻就命天将拿下旭凤 辽元君也在这场战争中殒命 此时旭凤大怒使出流离近火 早就说过不想看见你们两个反目成仇的样子 当紧密看到旭凤手心内的流离近火时 瞬间就想到自己在掩兽梦境中看到的相同场景 完了 看来又有一个要误会的了 随后他寻着青丝的位置 用冰锐一刀捅了下去 不是吧不是吧 男主就这样下线了吗 旭凤果然将青丝贴在了自己的那单晶圆中 这一刀也要了旭凤的命 旭凤在死前问紧密有没有爱过自己 但紧密却冷着脸告诉他 自己从未爱过他 扎心了老铁们 这真的扎心了 紧密眼睁睁看着旭凤倒在自己面前 当即想起了两人两世间的点点滴滴 他痛苦地吐出一口鲜血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画面 真的太难过了 这时也将允丹一并吐了出来 不是吧 看来又要动情了 天帝看着自己儿子即将灰飞烟灭 很是不忍 当即便极其内力 幻化为真身 收集到续凤的魂魄里 允丹的消失 让双花也横空出世 但他却哭着指责紧密 杀了自己所爱之人 这一场面真的太混乱了 我需要镇定一下 如今锦密已经昏睡半年 但这半年期间 润玉已经成为天地 天界因半年前的浩劫百废待兴 润玉也正值用人之际 半年时间竟然能改变天界这么多 所以他要给世人天界 外向更新的景象 是不是就是那种 所谓的名媛拼单群 用人也不计前嫌 只看重才华 我看怕是这位老板招不到人了 润玉的灯位大点刚结束 锦密也醒了过来 于是邝玉将这半年的情况 悉数告知锦密 锦密急忙问起旭凤的情况 看来这还带有失意啊 邝玉却不愿提及此人 另一边润玉听闻锦密醒来的消息 便急忙赶来 这给人家润玉急的 锦密瞬间想起半年前的事情 随即就哭着说自己的心如刀脚 那能不痛吗 你把自己最爱的人给杀了 这时润玉想为锦密吃糖 锦密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可别再晕倒过去了 等会镜头全给了润玉了 之后就一直痛哭不止 这日润玉封矿禄为上元仙子 恩赐玄州仙境 矿禄终于也当了仙子了 值得喜大普奔 甚至还在太四仙人等人面前 不断夸其办事妥贴 行事谨慎 你可以去应聘那个夸夸群 润玉拨给他洞府仙居 又命他重新校定天界天文立法 关乎六界民生的碎时节令 急需重置 这其实也是润玉对矿禄的信任 是啊 这两人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我还是很磕的 画面一转 润玉来到关押天后的殿内 是不是想要来打击天后了 随即就将旭凤当场灰飞烟灭的事 告知给天后 而天后如何都不信 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后 天帝造成的 接着润玉还言明天帝已自毁原神 也已经归于天帝之间 润玉可别讲了 你这把人家给打击的 天后不敢相信润玉所说的这一切事情 直到天兵天将来到润玉面前 称他为陛下 真的是物是人非了现在 天后见此才不得不相信 随后天后就骂润玉 很是心狠手辣 他在心狠手辣也没有你狠呢 然而润玉却质问他 当初下手杀害肃离的时候 杀害紧密的时候 杀害洞庭湖底若干水族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润玉简直就可以去当谈判官 太会说话了 天后在听完润玉说的这些事情后 瞬间变得生不如死 很是痛苦 当即就要润玉杀死自己 你现在最没有资格说着话了 当初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随后润玉就把他押来临冤台 并且表示要他跳下去 这会不会有点太狠了 来告慰他曾经试过的生灵 天后至此意图自寻死路 但润玉却又把他救下 润玉你到底要干啥呀 并且言明自己是绝对不会让他就这样轻易死去 这估计要让天后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受尽折磨 让他继续感受丧夫丢子之痛 现在的润玉真的让我害怕 又要让他看着自己是如何一统天界 坐拥这个太平盛世的样子 润玉是真的很 但我看的还真的就是解气 深夜 润玉在喝醉酒之后 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和旭凤相处的点点滴滴 其实没有这些事情 你们感情真的很好 在二人时的天真相处 以及到了长大后 旭凤对自己的袒护 还有次次受伤时送自己的礼物 真的这么好的感情 结果变成这样 这些时美好的记忆 包括曾经与旭凤的点滴 一瞬间就涌上润玉的心头 快点醒悟一下吧 收手 另一边魔戒的顾承王在得知天界的变动后 也知道天界此时正全不稳 看来有人又要开始作妖了 以至于人心不齐 你倒是打探得很清楚啊 所以他这半年内也在招兵买马 想要壮大魔戒兵力 就是为了意图有一日征战天界 你还在想着征战天界呢 这一边刘英也得知锦觅醒了 所以准备去天界找他为旭凤报仇 不是好姐妹吗 不过确实是有人陷害啊 毕竟刘英以为是锦觅与润玉狼狈为奸 才共同算计了旭凤 所以很是生气 这时穆茨劝阻刘英要以大局为重 看来穆茨还是没白跟天后 不过还剩多少年啊 我可不想你下线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这时锦觅看宫中在白天 居然也能盛开着的昙花 就想起了自己曾经也为旭凤 种上了四季揭开的凤凰花 哎 回忆多了都是眼泪啊 还有曾经和旭凤一起甜蜜的那些片段 都在日日困扰着锦觅 别说了 我都要流泪了 他不明白为何错的是旭凤 但自己却总觉得也很痛苦 真的希望有一日真相能够大白 最终关于水神和风神离世的事情 究竟能否有一个真相 而关于旭凤的 难道他就这样离开了吗 润玉的天地究竟还能做多久 毕竟现在魔族进犯 所以他又要如何抵御 好了 这些内容我们就留到下期再来分说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记得转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